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呼吸都是错 这就是真爱的区别 两个人在一起多久并不重要 年龄的差异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这个人心里 真心爱你的人 不怕麻烦也不会忙 突然想起一个朋友的故事 就是一个女性朋友 跟她前任和现任的事情 跟前任在一起朋友总是跟我抱怨 男生永远没有时间陪自己 好不容易上了一整天的班 她想和前任男友出去走走散散心 而结果前任男友却觉得上了一整天的班 想玩个游戏放松下 两个人因为这个话题吵了不下几遍 最后朋友妥协了再也没有提过那件事 对于前任的敷衍 一忙为借口 他真的很累的 后面遇到现在这个现任 跟前任是完全不一样的 下了班就买菜回家两个人一起做饭 两个甜甜蜜蜜的 吃完饭后再一起压马路 前任丝毫没有觉得累过 后来朋友跟我讲 以前他自己总觉得自己不够好 不够优秀 对他不够爱 所以前任才会对他忽冷忽热 现在他终于知道为什么前任会是那个样子 那个一直说忙的人 只是不爱自己罢了 就算他做得再好 前任还是不会满足 大概就是因为不在乎 才会觉得可有可无吧 一个人若有真心 无论在忙都会有空的 就看他的心思在不在你身上 真正爱你的人 不怕麻烦也不忙 你想要吃什么 爱你的人就算是隔几条街 都会买回来给你 游戏是很好玩 但是爱你的人会觉得和你在一起吃饭更加重要 工作也会很忙 但是和比起陪伴你 就没有那么大意愿 朋友是很多 但是爱他的人只有你一个人 所以说喜欢你的人 想见你就算是隔山涉水也会来找你 真正爱你的人 会舍得花时间陪伴你 给你最好的爱 他会觉得任何东西跟你相比都没有意义 能够陪伴在你身边 就算最有意义的事情 永远都对你有空 默然总结 如果一个人对你总是没空 不回复你短信 那就不要发你 也不要找他了 一个不爱你的人 是永远给不了你想要的幸福的 你永远感动不了一个不爱你的人 所以说要找一个愿意送你回家 愿意陪你做饭 想每天见到你的人 因为真正喜欢你的人 会把你放在心里 总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多 哪会说麻烦和太忙 要找一个真正对你有空的人 我说真的有空的人 做什么吗 还是不想只要你回家 做什么 记得你什么呀 是的 我说的是 金育二 总会有没有 请你亲爱的 你都没有感觉 心态度 我说的 你也会 爱你 你可以看我的后天啊 不会 du那么一点 我说自己爱你你走 爱你 没你 爱你 爱你 吧 我说来愿意 爱你 你会帮你 爱你 没有你 爱你 你就爱你 爱你 你的朋友yr 爱你 我说的是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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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 爱你 爱你 你 爱你 我说你 你不互你 爱你 Yap 哇你 爱你 你 爱你 你 爱你 我说我拿家 爱你 爱你 你想的你 你就好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